大家好,欢迎来到左心房,心灵驿站。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精彩内容是,面对死亡的四种方式,邀请您一起来听。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引述佛典当中的故事,有个旅人为了躲避猛兽的追击,一路逃到悬崖边,悬崖旁有一棵树,上方垂挂一条藤腕。 他被逼着跳下悬崖,虽然马上抓住藤腕,但藤腕上有一黑一把两只老鼠正在啃咬,下方深潭还有一只恶龙,他如果掉下去就会立刻被吃掉。 然而危难当头之际,他发现树枝上滴下蜂蜜,让他瞬间尝到了甜美的蜜汁。 这就是人生的写照,猛兽代表无常,死亡会在我们没有预想的时候来临,一黑一把两只老鼠代表白天黑夜不断交替,最终腾乱断裂,我们会落入恶龙之口,也就是自然中老的死亡手里。 至于蜂蜜,则意味着人生当中少数,短暂的美好时光。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人生结局,不是死于无常,就是死于自然中老。 死亡的面貌有时很猙獰,人生无常,死亡是生命的必然,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死亡? 自古以来,人类有四种面对死亡的方式。 第一种,将死亡暂时遗忘,过得好像永远不会死一样,消除人会死亡的知觉,这是一般人最常有的做法。 第二种,消除我们因为察觉到死亡而感到的不安与惶恐。 古希腊哲学家伊比纠乳说,没有被我们经验到的不好,就不会成为我们的不安与惶恐。 活着的人是无法经验自己的死亡,因为当死亡降临时,早已不复知觉,从这个角度来看,死亡就并非一件不好的事。 道家的生死自然观,也是在消除对死亡的知觉,认为生死就如同四季更迭,是非常自然的现象,我们应该处之泰然。 第三种,儒家提出的,超越人性当中的好生饿死,升华成为对生死价值的选择和实践。 死亡是自然生命的结束,却也是价值生命的完成。 我们一生虽然短暂,只要活得精彩有意义,责善固执,止于至善,不论诞生或死亡,生命全然都是美好。 第四种,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,三是因果,生死相训,死亡是另一期生命的开始。 友情众生,一期又一期的生命流转不已。 当这一期生命圆满之时,所累积的福会资粮,即是下一期新生的开始。 死亡,使我们放下了此生的种种挂碍,带着一生的功德,迎向未来的新旅程。 感恩生存,面对死亡,同样也需要感恩。 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你活了多久,而在于你如何使用它。 死亡如影随形,我们从一出生开始就朝向死亡迈进。 法国哲学家蒙田曾经说过,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。 向死而生,是哲学家海德格提出很重要的概念。 人生的有限性定义着我们的人生,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。 当意识到时间的有限性,我们没有无穷尽的时间可以挥霍, 才会认真去生活,更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寸光阴。 广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